大家好我是启明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 全球瘟疫大爆发 新加坡武汉肺炎疫情迅速扩散到全球 病毒变种 挨近北京的河北成为重灾区 已经爆发多人死亡的病例 北京高度紧张 采取严防的死守 但是北京疫情仍然是持续升温 当然这个病毒你能守得住吗? 你看不到摸不到 有报道说在16号北京一间食品公司 南茨的厕所里面 就是检测到有病毒 而且是呈阳性 在去年12月病毒攻入北京西城区 西城区是中共权力核心的区域 即是中南海 北京大会堂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纪委、中组部、宣传部、国务院、国家法改委等 中央机构都是西城区 亦即是一个摩护 河北已经是重灾区 从河北重灾区的疫情来看 应该已经攻入北京了 所以说北京应该是很危险的 终于这个病毒看中了中共 都是大家希望的 目前中国大陆疫情是非常严重 只不过中共在这里隐瞒疫情 我们看到Twitter有网友发了这个短片 很多地方出现了随地倒下的现象 是与武汉肺炎初期 武汉疫情高峰期的情况是非常类似 短片显示这个倒地的人 就是躺在瑞化市润丰园小区 在大门口的警务室前面没有反应 很多民众上前近距离为官 部分戴着口罩 有些没戴口罩 还有1月12日有河北网友发短片说 河北山疫情重灾区 狼方市都出现了随地倒的现象 事发在11日傍晚 在狼方市某核酸检测点 很多民众排队等下核酸检测 这个时间排队的人群旁边有人倒下 这个短片都显示 急救人员正在对倒地者急救 旁边有民众用手机拍摄 并且说急救急救 目前河北石家庄疫情已经扩散到北京 2020年底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 在中国各地蔓延 各国省份已经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至少30个省区市要求民众就地过年 中国人都知道庚子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庚子年之后的新丑年又有什么历史呢? 今天我们和大家回过一下 历史上的新丑年都发生了什么灾难? 新丑年和甲子年一样 都是60年一轮回 过了庚子年就进入新丑年2021年 就是接替2020年的庚子年的又一个新丑年 何谓新丑年呢? 新五行属金为珠宝 丑五行属土为牛 所有新丑年都是金牛年 而土生金 所以都是金旺之年 2021年的新丑年有些特别 中国王曆中新的一年 是从立春那一日开始计 立春通常是每一年的2月4日 但2021年的立春 就开始在2月3日晚上 10点58分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分享过 马来西亚 拿督 鄭博健的预言 2021年新丑年 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因为2021年 直年挂 是被挂 上挂为根挂为山 下挂为尼挂为火 暗于山林 本贸茂盛 清葱百花齐放 但是这样 或者是短暂的假象 很快山下 就发生大火 烧了整个山林 最后山林露出了一个丑恶的真面目 因此被挂代表粉饰 偽装 掩饰 痰花一现的假象 所以这个鄭博健的预言 2021年疫情 仍然持续 经济可能大崩盘 世界出现动荡 各与各之间失去信任 而大自然会以极端的天灾 惩罚人类等 这个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 这几天这个世界都有灾情的发生 而且是疫情 这个病毒变种 现在这个灾难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 历史上的辛丑年 其实都是不平凡的 1961年 1901年 1840年 这三个辛丑之年 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呢 1961年的辛丑年 第13年困难时期 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近4000万人死亡 这是2021年 很多预言都说今年会发生饥荒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些事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第二 珠湾事件 有称吉隆滩事件 当年4月份 一名逃亡 美国的古巴人配合美国中央情报局 向古巴革命政府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入侵 此事件都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 第三 凶难 比利时航空548号班 2月15日 在布鲁塞尔坠位 机上72人全部遇难 4月3日 智利国家航空210号班机 在安帝斯三日 在布鲁塞尔坠位24人遇难 4美国受到艾斯特台风侵袭 造成严重的农作物损失 停电 供电停止 还有多次的洪灾 5 柏林墙建立 德国被分裂为东西两个不同体制的国家 6 5月31日 南非正式退出英联邦 成为南非共和国 1901年的新丑年 1 中国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签订了 丧权欲国的新丑条约 清政府赔上了4亿5千万两的白银 同时 八国派兵入住中国的重要城镇 日租界更不准中国人居住 2 华尔街股灾 当年5月华尔街股价暴跌 自从1803年以来 20世纪第一次股灾暴跌 3 9月6日 美国第25届总统 威廉·麦金莱 在美国纽约遇 9月16日身亡 1841年的新丑年 第一 从1840年到1842年期间 清朝和英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战败 1842年8月29日 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第二 1841年清政府和英方商谈是否割养香港岛给英国的村庇草药 这样看来新丑年也发生了不少心痛事 即将到来的2021年新丑年都注定不能平静 印度神和阿南德根据印度的古老的占星术 都预言了2021年2月份 会出现六星连珠的天象 这种天象都预言了人间将有灾难的发生 但是 鄭博健和阿南德都一再告解世人 秉承善念 在渡过劫难的关键 大瘟疫要来往往同一个 朝代的灭亡挂钩 依次中共走的依然是2003年 SARS隐瞒疫情的旧路 但是现在文字自开 一个以保证安全为第一的政权 怎会将民众安危看重 没有真正以民为重 在这个基础下维稳 只可能越维稳越不稳 最后成为当政者自己的危机 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都说过了 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以后很可能中国会出现 就是各省各居 最后中共走向灭亡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 因为现在看到的短片 有很多的村重镇 之间的路口都有人拦住 就是不让人进入 这样每个地方都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谁都不让人进入 这样很可能就会出现各省分治 这样中共有可能 就是明年2021年以这种方式倒台 我们只是一种猜测 很可能中共会以这种形式灭亡 我相信中国人民 和世界的人民 一定会看清共产党极端自私 和流氓的本性 这一次波及全国 和全世界人命关天的大瘟疫 会真正触发中共倒台 2021年是多灾之年 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影片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 订阅 分享我们的影片 多谢各位 再见